中文字幕——YK 中文字幕——YK 天经成破,又天王红天桂以伏被俘,太平天国运动宣告失败,中国古代几千年来都受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,女性没有社会地位,上战场打仗更是不可想象。 花木兰替父从军,梁家一门女将,藤也仅限于流传的故事之中,洪秀全在广西今天宣扬天下男女都是兄弟姐妹,都是平等的,在发展初期就建一女兵,且挑选年轻,身体,好的女性组成,一方面可以从中挑选,长相优秀 然后抵挡自己的妃子,打仗的时候随时能省,一举两得,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女性成建制的走上战场,巅峰时期,这支军队的女兵数量达到十万,这十万美丽的女兵部队,在抵抗清军围攻天惊的过程中,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 因为这些女人大多数没有国教,在多年的思想教育和女兵管理下,这个都很忠诚,抵抗力十分顽强,当年曾国藩领导的湘军就吃过这些女兵的苦头,而湘军围攻天惊时,十万女兵全部上阵,最后多数战死于保卫天惊之战中,在天惊城破之际,很多王爷和士兵都投降了清军, 包括被洪秀权誉为天国注实的李秀成,竟然投降了曾国藩,并写下了悔罪书,而对于那些太平天国的女兵来说,她们甚至连投降的机会都没有,因为她们非常明白投降对她们来说意味着什么,很多男人投降,可以继续当清王朝的鹰犬,但是女人投降就只有一条路,被清军当作奴隶,要么被抢了驴, 要么被揉礼,甚至会被卖到青楼,各种残忍的刑罚更是在等着她们,当时就有天王府三明灵灵女兵为洪秀权自焚而死,而那些没来得及自杀,亦或不敢自杀的女兵,都成了清军俘虏,从此开启了地狱般的生活, 因为从当时清军对待抓住的太平军队男子,基本上都受急刑残杀而死,对于天平天国高层全部临时处死,对于已经死去的天王洪秀权,刨关陆施,最后挫骨言辉, 对于女兵,曾国藩等在破城后,无视下属的屠城和截掠财富的行为,因此,大多被抓住的女兵都成为清军玩物,可以任意凌辱,有很多被直接凌辱致死, 而且,清军可以对这些女兵随意处置,他们往往是玩弄够了再杀害,毫不凄惨,自始至终男女平等,只不过是他们自己给自己的一副安危机而已,因此这些太平天国女兵的命运,在一开始其实就注定是悲剧,只不过是他们自己不愿相信而已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